看下本场比赛的最佳助攻 我们对他总是能打出这样的最后一节比赛开拓者的 生成的法宝 这就是他的天最后时刻 他的表现都能入选精彩 这最后时刻啊 好的第四节比赛即将开始到目前为止 双方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姚明在那休息现在目前来说 到了侧翼 来说的挡一个 诶 大林这边 被伦纳德防守 大林主要是没有这种投射能力 现在是施罗德那球 施罗德好球 这场比赛打得真好看 我觉得这样的局面会一直维持到 他还是比较适合戴戴替补 戴戴替补比较合适 戴戴替补比较合适 哇 莉拉的 大林今天篮板可以五个篮板了 虽然没得分啊 五个篮板表现还是不错的 大一下吧 陪跟的球 就在手里 说的往里凸 就繞一下 哎 哎呦 大铃 有这个机会不 没有就传 布蝎 这边 还被对面搞了个空间 哎呦 难受啊 现在有点难受 我们打的 伟特斯 伟特斯 单打一个 真的假的 哎 有机会 拿过来 好球 周琪 给林树豪 先别着急 别着急 别着急 给马特勒 哎呀 怎么给 哎呦 大哥 大哥 来巴特勒 表现一下 这是摇 中距离 有没有 没关系 再来 到了右侧侧印 出手时间还剩六名 巴特勒 好球 他们打的真是太狠了 进攻起来 像是不要命一样 没错 他们确实如此 每个人都打得很凶 整场比赛 好球抢断下来了 维特斯 给姚明 给内内 这边空了 好球 好球 这个球 一定要防下来 这球必须 出手了 哎呦 好球 和投进了 这球难度太高 从现在开始 他们的每一次投篮都至关重要 没错 他们必须想办法成功 打出几不进攻 采取强患的防守才行 内内 来了个后仰跳投 哎 怎么搞的 这是 很难受 感觉我们需要 需要一点交易 需要一点交易 莫名其妙嘛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他现在打的正性起 他们需要讨论一下 并试着找到 遇着他势头的办法 就感觉这个球是能引的球 怎么就打输了呢 对不对 这个我就有一点莫名其妙了 需要很多的天分 在敌对环境中作战 肯定有某种东西驱动 他无视球馆内的种种负面能量 你看 给姚明打也是能打进的呀 怎么就输了呢 就这边防不住 防不住对面 我们这没有那种 毕竟我们这个球队啊 他这一支 也没有什么防守的球 你看 你看 防不住的 你完全是 看命的 西罗德 巴特勒 你该站出来了 对不对 你该站出来了 姚明啊 这边 还有一个 主攻之后 他立刻少了得分真是漂亮的团队配 漂亮的内线进攻 至关重要的 六投五中 对他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命中率这么高的情况下也正不只要负九 这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首发这帮人防守有问题 哎 这个犯规是不是太早了大哥 第一球罚禁 他们以五分之差领先 方哥是不是太早了 两次罚球都罚禁 五比分还差六分 罚球表现不错 稍稍扩大了领先的优势 他们现在最大的敌人 那为什么我们这进攻时间是三十秒啊 什么时候改的规则 这应该是那个那个联盟改的那个规则 他们联盟瞎改这种规则 六十秒 六十秒 进攻现在比较三十秒 这场比赛已经没有任何希望 规则很厉害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叫这个暂停 我也想不明白 也许他们要做赛后的安排吧 逼不上来开炸 大胜 买一个吧 没有了 大灵这边 大灵今天还没得分呢 还又出手 刷一点数据 好 最终我们 43比50 输掉这场比赛 其实本来这场比赛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赢的 但是 确实在一些轮换上有很大的问题 我们需要交易 调整 好吧 大家可以关注一波 拜拜